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达老师的达人语文课堂 达人语文 唯武独尊 希望大家都记住我们的口号 在我们的直播辅导的过程当中经常会一起喊口号 一个是达人语文要你们答这个唯武独尊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小达人怎么样 猛猛的或者棒棒的 都是可以的 那么棒棒的小达人们 你们今天要学到什么样的语文本领呢 我们知道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 有一种提醒是非常非常的难 并且困扰到大家 而且很多人甚至是家长会这样问我 说小达老师 这孩子这答题老达不到点子上 对吧 阅读理解老达不到点子上是什么情况呢 对吧 然后呢 这时候小达老师就心灵神会 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呢 忠心没有把握 文章的忠心你没有抓好 所以导致你整个答题有可能跑偏 所以说啊 江湖上流传 怎么样 得忠心者得天下 对不对 又抓住了忠心 你才能够更加准确 更加靠点的去答题 从而把你的阅读理解的分数能够提高 答全了 答对了 对吧 不跑偏 所以说啊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文章的忠心到底该怎么概括 怎么归纳 对吧 忠心 我们先了解一下忠心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再了解到它的本质之后 我们看看 在遇到一篇阅读理解的时候 你怎么去把握文章的忠心 首先来看看文章 忠心是什么 忠心啊 就是那个点 对吧 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 整篇文章要表达的东西 哎 我们说你们写作文也是一样的 人家大家写作文也是一样的 他不是说我写着写着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话题 我就转一下然后写另外一个话题了 并不是 他肯定是之前想好 我大概我知道有一个思路 哎 我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好 我写一篇文章 我把它结构铺设好 对吧 之前是会利益的 那么利益完就是我们忠心确定好之后 我才开始写的 所以说啊 我们反过来我们的阅读理解 就是去找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他最终想要表达的一个内容 对吧 他到底想说什么 哎 写人的事情是想说明这个人好呢 还是坏呢 是善良的 还是邪恶呢 是想说他救人为乐呢 还是冷若冰霜呢 对吧 好 我写一件事情 难道我就单纯的想记个日记一样就写它吗 并不是 既然要考察我们 肯定会出一些比较 哎 比如说这个事件它可能代表一些意义啊 对不对 这个事件比较非凡呢 对吧 它可能表示了作者的某种情感趋向啊 对不对 完全要掌握作者的这种态度 所以卸作目的 考察中心 所以这也是经常会难道大家的 小杨老师 我就没有想到他要说明这个事啊 关键在于 看你能不能找到这些柱丝马迹 大致重心吧 所以说啊 通过这件事 作者想表达什么呢 是说明一个道理 还是反映一种现象呢 对吧 说明某种道理 比如说 多行不义 必自必 好 我今天说了这件事情 这个人老贪小便宜 对吧 老欺负别人 最终他下场也不会好 我最后就是想要说明 大家要记住了 要多做好事 你如果多做坏事了 怎么样啊 多行不义 必自必嘛 你最后也会吃亏的 对吧 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什么现象呢 比如说 放学路上学雷锋好了 我通过这样一件事情 我知道 要呼吁大家 勇敢的 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对吧 做雷锋 对不对 有可能是这样 那么通过写一个人 怎么样 作者想表达这个人的品质 还是对他的一种感情呢 对吧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 品质 有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这都是跟中心相关的 对不对 有可能我写一个亲戚 我写我的祖母好 因为我特别想念他 我感谢他小时候对我的这个培养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这千万不要觉得中心是一个多么玄幻 或者深不可测的内容 他是一个作者的感情 作者的目的 作者写这篇想要表达的东西 很简单 而且你们现在又不中考 又不高考 不会考到多么多么深入的问题 要么写人 要么写事 最多给你加一个写景 写景那么就借景抒情嘛 对吧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先给束缚住 说好难哦 不会 不要这样 不要为难 我们慢慢的解决 跟着小达走 什么都没有问题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啊 一张照片呀 谁呀 这小达老师对吧 这个呢 是上次我在这个广州和这个广州的小达人们去见面的一个场景啊 你看很多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这个子函啊 这个好多好多就是特别熟悉的面孔啊 他们都特别聪明 而且特别喜欢小达老师 然后就跟小达老师一起合照 而且你看就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的学员 然后还有他的小妹妹啊 一块来 为什么呢 这个动作是什么 咦 这什么动作 就是小达老师在成语大会上的时候经常会做的 我说咦 就是这种的 就是胜利的 加油 就这种感觉的啊 是一种这个好玩的一个动作 他们就一起来模仿我啊 好 那么我们就看到 其实小达老师这个对和小达人的关系非常好啊 我也相信你们也是特别希望我能够跟你们一起去合照的 我也希望 那么摆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来举个例子啊 好 比如说 今天我们进行一个训练 写作训练 如果你要你写一篇文章 好的 或者你想写一篇文章 想要表现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小达老师是一个好老师或者好教师的这样一个文章 好 主题我给你定好了 我就说今天啊 要写的是小达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好教师 OK 那么我们选择的这个事例对吧 你肯定 哎你要写成一个大概一个继续或者回忆性的文章 对吧 你肯定要说事啊 他好在哪里得说吧 对吧 哎 举的事例 对 这个不是父亲啊 对这个小的 这个不是啊 对小达 对小达 对环境的描写都是为了表现什么的 都是为了表现什么的 啊 也就是说我举一些例子啊 然后里面所写的全部的内容 都是想要为什么服务的 为这个主题服务的 对不对 为这个中心服务的 也就是想要极力的说明 好 我想要证明小达老师是一个想证明小达老师是一个好老师 对吧 好 我们刚才写作好了 写作 那么现在我们想阅读 阅读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如果一篇文章写了很多的事例 我们来看看写了什么事例啊 小达老师深夜批改作文啊 凌晨两点钟看到他发给我们的作文了啊 特别精心修改的 小达老师很早就开始录课了 有一次见他在视频中 这个眼睛都是肿的啊 可能前一天熬夜第二天八点起来就录课了啊 好的 还有什么 小达老师给学员们准备礼物啊 准备这个各种本子啊 签名照啊 书啊 等等一系列的 对不对 小达老师给学员们准备礼物 还有等等 我举了好多好多事例 我就是拿到了这篇阅读理解 好 上面有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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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了一堆事例 对吧 三四段都是小达老师做了什么 对学生做了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 好 我出一道题 阅读理解题 我说 那么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那这篇文章讲小达老师的故事 讲了小达老师的什么呢 小达老师是一个好教师 看到没 作文和阅读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过程 对吧 我们在刚才写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已经把主题定好了 好 我现在命题 小达老师是好老师 好 让你写 那你肯定要想一想 小达老师哪里好 对吧 好的一些表现是什么 一堆这个事 那个事 那个事 然后我去诉取经 然后把一个特别符合好 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事情 把它都写出来 这是一个写作 好 另外一个阅读就是 我现在看到了这些事例 我看到了他深夜批改作文 我看到他很早就录课 我看到他给我们的礼物 好 我看到了这些事例以后 我要怎么样 总结 OK 我总结完 归纳完之后 我发现 原来这篇文章想要表达主题 表达的中心是 小达老师是一个号教师 好了 说 understand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大概知道了 那大概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那我们阅读的时候 就要通过他所说的这些事件 以及他给我们的一些讯息 要归纳出我们的中心 OK 没有问题吧 好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那么阅读理解 必会的几个点 那么我们说 得中心者得天下 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还有一句 下一句是什么 诗原文者诗江山 后面这个原文者 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得中心者得天下 是怎么得的呢 怎么得中心 怎么得天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中心 我们刚才反复在强调 什么呀 作者的写作目的 他想表达什么 对吧 好 那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文章的中心之后 我们要看看 培养你们 读完文章之后 先找中心的这样一种历史 也就是说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做到读完一篇文章 阅读完之后 要去找中心 具体怎么找 我们后面再说 一定要培养这个 千万不要说 哎呦 我这个地方有个字不会 那等会考到 我肯定十分了 那边有个成语不会 我等会考到 我有十分了 这些是细节问题 基础问题 不是我们在阅读中 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首先考虑的是 你读完之后 你能从文章中 找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OK 好的 第三步 有意识的围绕中心答题 好 我们在得到中心之后 如果你围绕中心答题了 就是得天下的一个意思 得中心 得天下 也就是说 你在后面的任何题目中 包括想到了 是在阅读专题过程中 讲到的词语的含义题 句子的含义题 赏期题等等一系列 都是跟中心有关系的 对吧 在我们任何答其他题型的时候 都是要围绕着中心答题的 这样你整个的阅读理解 才不会达不到点上 不会跑偏 OK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基本上 要做到的一个步骤 如果没有做到这个 你是很容易答错的 对吧 有可能你会领悟不出来 他到底想让你考察什么 好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看一篇文章 叫做蚂蚁和将军 那我就要让大家 在读文章的过程中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蚂蚁和将军 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小小的蚂蚁 一个大大的将军 他们会产生什么联系呢 我们一起来读课文 读完以后 一起思考问题 那是公元十四世纪 一只普普通通的蚂蚁 因为将军被强大的敌人打败了 他的军队溃不成军 将军也被迫躺进一个 废弃不用的马槽里 躲避敌人的搜捕 我们说的那只蚂蚁 恰好也在马槽里 忙着自己的营生 他在努力地找着一粒玉米 试图爬上一堵垂直的墙 蚂蚁当然不会知道 将军的一些事情 但将军的目光和心智 却被他吸引了 那粒玉米的重量 不知是蚂蚁体重的多少倍 也许不亚于人 去拖起一头大象呢 第一次玉米粒被他烧烧的领起 很快就掉了下来 蚂蚁似乎连一次的犹豫也没有 接着就开始了再一次的努力 将军顶气静 顶神静气地注视着蚂蚁的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将军默默地数到了第69次 每次一米粒都被蚂蚁顶上去 最后又掉了下来 将军想蚂蚁不可能成功了 69次的失败就是证明 就在这时 奇迹出现了 蚂蚁在尝试第70次的时候 终于把那粒玉米推过了墙头 从这只蚂蚁身上 将军找回了失落的信心 后来他重整部队 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他的帝国版图从黑河之边 一直延伸到恒河 这位将军就是14世纪的蒙古皇帝 摩尔 在没有失败的日子 诸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一类的哲语渐缘 我们言之以口 不亚于哲学家的冷静和敏锐 一旦修定失败的日盘 虽然也讲百折不挠 也说欲错欲愤 又有几人能在一件事情上 尝试69次 在第70次时走向成功呢 在失败来临的时候 又有几人不被沮丧和绝望的情绪笼罩呢 人类告别蛮荒 净化为地球的主人 而成为万物之灵 曾在万物的身上汲取智慧 那些蚂蚁在失败和挫折中表现的坚韧和乐观 不正是人们所缺少的吗